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维平律师事务所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讲的是在美国申请F1签证身份 在美国转身份,像这样的一些注意事项和最近的案例 我和我们的律所的同事杨晓在一起 杨晓,我记得你是985大学毕业的,是吧? 这个是哪一所大学? 我是同级大学研究生毕业的 同级大学研究生毕业的 那本科是在哪里? 级南大学 对,级南大学是211的学校,都是很好的学校,很了不起 那么在中国也不是每一个申请人,显然都能够上这样的好的学校 机会是他们也可以到美国留学,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 美国现在对于留学生相对来说比原来要宽松一些 我们感觉,当然在中国签证 可能有的人还没有直接体验到 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例子 用旅游或者探亲签证 B2,然后到美国以后再转成F1学生签证 好像比以前要容易批准 我们最近讲一个像这样的案例 这位申请人情况稍微特殊一点 因为他没有考任何的英语考试 然后上的学校相对来说不太有名 比较小,没有英语要求等等 那么这位申请人他转F1的申请提交上去以后 移民局要求补充材料 那具体要补什么样的材料呢? 移民局提出了几点要补充材料的要求 第一点就是要求申请人出一个statement 要介绍自己上这所学校的初中 以及他对这个program的预期 还有他上完这个program之后 对他以后的生活,回国生活有什么帮助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是就是要求提供他有财力证明 证明他能够有能力付学费 以及他在上学期间的生活的费用 然后第三点就是要求申请人提供他在之前 这个B2的身份时期保持B2身份的这个活动和证明 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这个申请人和他本国的联系 就是移民局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据 好的,对,那么这几点呢都是比较典型的 那么这位申请人呢因为情况比较特殊 所以呢移民局这几条都问到了 下面呢我们可以一条一条的来讨论一下 第一呢就是说那你要上这个学校的项目 有的是这个某一个学历 有的是语言的或者别的 那你为什么要读对吧 那你为什么要上这所学校啊 为什么要上这个项目啊 移民局呢提出了这方面的质疑 那像这种要怎么样来回应呢 申请人准备了一个详细的statement 解释了他为什么要上这所学校 以及他所期望能从这个program之中学到什么 还有打算所修的课程 他的将来完成这个学业之后将来回国的打算 好的,很好 那么像刚才提到的呢 这位申请人并没有考托福等等英语考试 这个学校呢也并没有对英语水平的要求 但是就像这样呢 最后他的转F1呢也还顺利批准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 现在比如说有一些父母来美国想陪孩子 在美国读中学读大学 那父母用B签证不可能在美国长期待下去 那么如果转了F签证呢 就可以比较长的待下去 还有一些人呢 他已经办了绿卡的前期的过程 但是还在等排期 如果用B签证在美国能待的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呢 转成F签证 要待的时间就可以比较长 但是有的人说 哎呀 你看我已经40岁了 或者年纪更大了 英语也不够好 那怎么办啊 这个并不见得就都是严重的问题 还是可以克服的 有一些学校仍然可以录取 也转F1 也可以得到批准 当然了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 那说的直白一些呢 很多时候呢他这个也要看到说 这个人是否有足够的钱 在美国生活啊 然后付学费等等 那么这位申请人 他是怎么样证明这一点的呢 啊 事情提供了他最近四个月的 bank statement 显示他的余额足够有付学费和生活费支出 另外他还有女儿也在美国工作生活 也可以支持他 也交了相应的证据 比如说亲属关系证明 以及他女儿的工作 收入情况证明 是的 对 我记得这位申请人呢 他和孩子住在一起 这个房子的租约是他孩子签的 那怎么证明说他也能够住在那里呢 那除了商业信件 比如有他孩子的出生公证 这样呢就证明了亲属关系 然后呢 移民局也是认可的 并没有说 你的孩子也在这上学 你也在这上学 为什么呀 并没有因为孩子在美国上学 或者我们也有其他的客户 以前提交了I140职业移民的申请 或者有亲属移民申请 并不会因为这些就影响到 他转F1的学生身份 那么刚才呢 杨晓讲到 这个移民局还问到的第三点呢 就是说你和雇国的关系 对吧 因为这个F1呢 他也是非移民签证 那么理论上呢 你不能有移民倾向 一般来说 要讲到和你的国籍所在国 比如中国 还有什么样的联系 这样可以更好的表明 没有移民倾向 那这一点是怎么证明的呢 客户交了他在国内的房产的证明 以及他房屋估价的证明 他就不会放弃国内的房产 将来打算回国 好的 对 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房子 好多地方还是挺贵的 虽然最近没再怎么涨 但是呢 总体来说还是值不少钱 然后呢 那么如果有一个房产证 你不用是原件 扫描件也可以 那么可以翻译成英文 这个上面表明 说这个最好当然是在你自己的名下 如果在配偶的名下 孩子的名下 也有可能是可以的 就像这样呢 可以表明我没有意愿 说放弃我的房产 那这样呢 对于转F1也是有帮助的 最后呢 还有一点呢 移民局要求表明呢 就是这个申请人呢 在美国保持了合法的签证身份 表面上看这一点很容易啊 一目了人 说我的身份是否过期了 还没有过期 对吧 就可以了 但是仅仅这个是不够的 你还要表明呢 说你在美国的活动 和你签证的时候 入境的时候 表示的意愿是相似的 那比如说呢 我入境的时候说 我是来美国旅游的 我一到美国以后 我哪里也没有去 我就在apartment里面 读书考试 准备入学 马上就申请学校 那这样呢 就显得入境以后呢 活动和当初办签证 以及入境的时候 陈述的内容不相似 那么这位申请人 是怎么样克服这一点的呢 我们申请人提交了他入境之后 四处在美国四处旅游的证据 包括机票 包括各处旅游的照片 旅馆的receipt等等 就来证明他四处旅游 而且他是2022年5月份入境的 他在2022年10月份 交了B2S attention 之后他也在美国各处旅游 也交了相应的证据 对 我记得他提供了一些照片 提供了旅馆的收据 航班的机票等等 像这些 就表明呢 我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是准备 就是到美国办的旅游签证 完成了这些旅游 后来呢 我突然又灵光一闪 决定呢 说在美国继续来读书 那这样呢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 reasonable 有说服力合理的 这样一个理由和解释 回到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话题 那我们现在看到 有越来越多的人 在美国转F签证 或者转其他的签证 是吧 那像这样的签证 填写什么样的表格呢 大概一般要多长时间来处理呢 如果在境内转身份 需要交539表格 大约需要半年到一年处理时间 这个呢 是过去传统的 哎呀这样 但是最近呢 我们知道现在移民局 还允许使用加速审理 那你多交钱呢 给移民局 他可以在 比如说一个月左右 就完成这样的审理 对于在美国境内 转F1身份 比以前更又有了很大的帮助 我们新卫名律师事务所的 很多的客户 包括我们的同事 都有专业的学位 有这个比较高的学历 同时呢 我们看到 也有更多的申请人 有兴趣 在美国 这个留学 不管是从中国 直接办学生签证 还是到美国以后 转成学生签证身份 像这样呢 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帮助申请人 达到自己的意愿 那我们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 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